看見你背影模糊 你的微笑早已失去了溫度 其實心裡最清楚 再也無法為你付出 已經走到這一步 我想我們真的已經迷了路 終點永遠到不了 最後只好舉手忍受 祝你幸福 除此意外我還能送你什麼禮物 以後的每一天我會回想為我祝福 祝福 我還能送你 你還能送你 妍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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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回來了嗎妍嫌 紫娟 是你 不要开灯了吧 你能光明正大的面对我吗 可以吗 十八年了 十多年了 好久不见 别说好久不见 我们见过面的 那天在医院 我曾经想杀了你 是爷爷救了你 是你那个夜里 是我 还有颜颜 但是她不知道我也在里面 紫娟 季东阳 你对得起我吗 对得起死去的展平吗 对得起自己吗 你毁了我的女儿 你毁了我的女儿 还没睡啊 你妈呢 那也是你妈 至少目前还是 是 不惹你 你过来 我开了一天的会 我很累 你过来 我跟你说我很累 你听不懂吗 你过来你听不懂啊 你吼什么啊 我体谅你带业在家 你别斗签进尺 你给我坐下 助党谁 你坐下听不懂啊 前走啊 你 这没劲 这没劲 大家都失业来 关前面的自相残杀 真是没劲 我都知道了 你还装 知道又怎么样 你知道什么 知道你也会为我打抱贫啊 没人为你 我是为我自己 我心里不爽 我说你这个女人 怎么这么倔啊 明明是为我打抱贫 共进退了都 那又不代表什么 好 那我们好好谈谈 坐 坐下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的想法吗 那我现在就跟你谈谈我的想法 今天下午 我把我妈送回台北 因为我不想她看到我们分开 王琪啊 你对我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吗 如果没有 一点也没有 那么季东王把我辞退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为什么你反而跟我一起辞职呢 是季东王告诉你的 他是怎么说的 他 他叫我明天一起回公司上班 但是我是不会回去的 但是我是不会回去的 我不会再回纪事 我不会再为他工作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尊严吧 你别选这个墙没意义的 放了你 也是放了我自己 我想了很多很多很多 当初我们分隔两地 你跟他一起到这儿打天下 我们离得远了 所以你跟他走近了 那后来 后来我也来了 我们离得近了 却反而更远了 你说爱情这事情有没有道理呢 也不知道是我们两个人 两个人先远了 还是两个新鲜远了 如果当初是我先到上海来的 那我会不会有外遇 我不知道 我也不清楚 可是你不需要辞职啊 我做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 那你以后怎么办 怎么办 没怎么办 我也没想那么多 反正我先搬出去再住吧 东西已经省理好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 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 当初我进来 拎着行李就进来了 现在就这样出去 蛮清爽的 我先睡啊 你是要搬去老板娘那住吧 早点睡吧 明天一早 你还要进公司开会 晚安 八年来 我小心翼翼 戒身恐惧 为什么戒身恐惧 你心里有鬼 你怕什么 怕心中那个欲望的野兽吗 我没有 我从来不曾冒犯过他 从来不曾 但你让他爱上了你 我允许一个叫你叔叔的女孩子爱着你 渴望着你 你摸取着她的畸形 你纵容着她的依赖 基东洋 你无耻你 我毁了我的女儿 我唯一 唯一错的 就是太天真 我相信 我也以为 我可以取代展平 我认为我可以是一个父亲 今天 如果说 妍妍她没有爱上我 我是不是可以算是一个好父亲了呢 一个好的单身父亲 我 寸步不离地守着她 不论到哪儿我都带着她 我给她最好的生活环境 最好的享受 我 你对这个家应该很熟了 你看过她的衣柜吗 你知道她鞋柜里没有一双雨鞋吗 因为妍妍她不用穿雨鞋 她的脚从来不用踩到泥泥里 刮风下雨 晴天雨天 永远车子接送到门口 你知道我是妍妍学校里 家长会的常年会展吗 因为我永远捐钱最多 就怕别人瞧不起她没有父母在身边 你知道她不用面纸的吗 她有秀着她名字的麻纱手绢 你知道她的家教一直请到几岁了 因为炎炎的脸皮很薄 不敢在课堂上举手发问 在我最困疚最艰苦的时候 我都舍不得委屈她 让她吃任何一点点的苦 一个亲生父亲疼爱女儿 也不过如此 而你 现在却因为她爱上我 就扭曲了我为她所做的一切 为什么她不能爱我 如果我是展颜 我都会爱着这样的父亲 可是她并没有把你当父亲 公平一点子觉 那是我的错吗 我该怎么做呢 虐待她 冷淡她 放纵她在外面 乱谈恋爱 假装很民主 其实不负责任 如果 展平还活着 她会这么做吗 展平不会 让她的女儿去做小偷的 这就是你对她的爱 是 她们 你不该坐牢的 那样你就可以亲眼看到 十岁的占颜 是什么样子 我到你妈妈家 去接她的时候 一双手伸出来 十根手指头 没有一片指甲是完整的 全被她啃得不能看 没有笑容 没有声音 没有朋友 没有要求 没有欲望 欲望是罪恶 她上厕所的时候 都不能关门 为什么 因为 隐私也是欲望 也是罪恶 有一阵子 她连厕所都上不出来 她不愿意开口说话 因为任何一句话 都有可能 被解读成要求 那就是罪恶 所以她没有声音了 只会用点头 或是摇头 来表达她的意思 吃饭吗 点头 喝水吗 摇头 累了吗 点头 冷了吗 摇头 她 她病了 她从心里到生里 全都病了 八年前 我看到的 是一个生病的小孩 我不是医生 在当时 我只知道 如果这个孩子 她心里唯一的欲望 就是偷窃 也是她 情绪中 仅有的出口 我怎么能够 再压抑她 也许我也病了 我居然希望她 做一个快乐的小偷 你看 是可以的 你做得到 已经好几天了 你都没有再到 技家门口去守一夜 这表示 你可以忘记她 并不难 对不对 心还在那儿 换一个地方守而已 没关系 慢慢来嘛 先管住你的脚 再管住你的心 然后 我就死了 不会的 展颜 有我在 我会让你的心活起来 然后 我就把你的心偷走了 然后 你的家人就崩溃了 我也一样死 可能被别被反杀死 不会的 我不会让她伤害你的 不管她对我怎么样 我都可以承受 可是我绝对不会让她伤害到你 看着你背影 我的家人 也会接受你的 他们会爱我所爱 就像当初 他们爱小凡一样啊 你看现在 他们不也对你越来越好了吗 今天早上我爸 还特地买了本书 怕你无聊 放过一遍 还有珠珠啊 她还想叫你一起去唱歌呢 还有我妈 我妈今天问你要不要去复诊 你不要走 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相信 相信什么 相信我们可以幸福 相信我们值得备爱 最后只剩人说 我不能相信 因为我不可爱 除此以外 我会担送你什么 她都不知道我已经换了地方 以后的每天 我不值得被重视 被爱 她完全不知道 恕你幸福 早就知道 就算怎样留也留不住 不如就此放手 让你自由 也祝你幸福 祝你幸福 不如就此以外 我会担送你什么 你不愿意义 我感到无论 不愿意义 不愿意义 你不愿意义 我会担送你 我会担送你 我愿意义 不愿意义 我愿意义 爱会痴人 我被爱痴了 事不无存 你去把他接回来吧 总不能让他一直住在方家 你不去吗 我 我凭什么去 你是他的母亲 我永远不会让他知道这个事实 知道他小时候受的苦 我就更恨我自己了 如果不是我和展萍 你也不会病成这样 我有脸见他 但是我请求你 如果他愿意跟你回来 请你经常带他过来 我不敢奢望他认我 只要能经常见到他 我就心满意做了 我就心满意做了 我喜欢他 请你认识 我们会说 我有什么事 那么会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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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 怎么你也会这样 怎么你也会这样 我还以为你是学情绪管理的 不会这样了 是啊 对不起 吓到你了 我怎么可以这样 我怎么可以生气 我怎么可以有情绪 被欺骗 被愚弄 被嘲笑 被羞辱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不起 请你原谅 不好意思 我也是人 你受伤很重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应该早一点让我知道 不习惯诉苦 我 那我靠不准了 我或者我们也去想 我好想 只能拒绝对你 我还能不进去 尤其蛇 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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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饭了 吃饭了 来 吃什么 嗯 谢谢妈 来 多吃一点 你太瘦 管管你自己吧 妈 我的给你 我叫减肥 干嘛呢 一个蛋还让来让去的 妈 你生气了 以前我家菜给小凡 你也不生气啊 你还说他太瘦了 要 你不要跟我说以前 以前 以前你可不会七天打四倍功 以前你还不老说我懒 说我不上进 那我现在 那我现在 你现在可不是为了上进去打工的 一个还在念书的学生 打四倍功能不叫上进 那就鼓舞正业 喂 你是个学生 我是个学生 我是个学生的本分是什么 你该知道的 是 苏老师 他今天要住到什么时候啊 妈 你小声点 你回答我呀 他有没有爱着你 他让我良心有愧 妈 他都没有家人了 他离家戳斗 他家人了 不问不问啊 你妈 小声一点小声一点 妈 哎 你真的不跟我们去唱歌啊 没关系的 你唱得不好 我们可以忍耐的 我不可以忍耐 哭 来 沈耶别让了 哇 很香啊 嗯 我吃饱了 你们请慢用 展颜 她一定听见 方以爱 你说这算什么 快快 干什么 叫展颜躲起来啊 小凡姐她来了 谁也别躲了 迟早要面对的 方以爱 开门 开门 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吃过药 现在就好了 你们可以麻烦你们 爷爷爷爷 我来接你回家了爷爷爷 他不想回去 爷 他根本不会出来 他不想回去你看不出来吗 方言不懂你吗 我说的是事实嘛 为什么你们都听不懂呢 他不想回去 爷爷 跟我回家 爷爷 展颜 你是自由的 没有人可以强迫你离开 展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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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们 他是自由的 这是你自己说的话 跟我回去吧 爷爷 爷爷 我们回家 那是我的家吗 那是我的家吗 这更不是你的家 这儿 我在这儿没期待 因为没有期待 所以就不会有失望 所以就不会有失望 只要能有一点温暖 我就开心 容易满足 在你那儿 我也有期待 期待越久 却总是失望 总是落空 不如离开得好 你不觉得住在这儿很奇怪吗 我在哪儿都会奇怪 根本就是个怪人 在这儿 我是个外人 但至少我有个身份 叫外人 在你那儿 我住了十年 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你知道吗 有时候 我根本那句话都不敢接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如果对方问 是哪位 我该怎么说 季先生的女儿吗 我不是 家人吗 我姓展 女朋友 我姓展 我姓展 客人 常客 我住了十年 我住了十年 妍妍 我觉得 周嫂是最有学问的 她从来不叫我大小姐 因为我姓展 因为我不是一个女儿 她也不叫我展小姐 因为这样太深属了 她叫我严小姐 刚刚好 这就是我在那间房间的地位 有点儿亲 又不太亲 好像很重要 但不在了也没有关系 我是一个脸孔默毁的人 我还不如忘记 她可以整天地和你在一起 我去 只能默默地等待 等你回家 爷爷 你为什么要这样奚落你自己呢 你的位置 你在那个家的重要性 没有人不知道 那我是谁 除了不姓季 你就等于是我的女儿 你会和你的女儿 失联那么久吗 我绝对不会再让王琪 留在家里过夜了 也许她已经回去了 不可能 她不是那种不辞而别的人 哥 我觉得你其实一点也不了解她 如果你真的喜欢她 你应该试着去了解她吧 你了解 她很怪 很酷 废话 这我也知道 但是呢 她又是一个很脆弱的人 她 很 很热 她是一个很热的人 冷到极点 所以很热 算了 你听不懂 你说吗 你说 拿 你看 这什么 食谱吗 不对 你拍这些东西干什么 你发现了吗 没有她 但是这些都是她让我拍的 起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拍照不都是拍人的吗 后来 我知道了 那算你狠 快说 其实她是一个很长情的人 对她好她都知道 她很珍惜 很舍不得这几天的感觉 所以你看啊 妈妈给她做的吃的 喂药的蜂蜜 爸爸的眼镜 睡过的枕头 还有我的化妆包 她全部都让我拍下来 干嘛不拍我 她就不会舍不得我吗 关于这个嘛 我又有一点心得了 嗯 你在她心里 她不用拍下来 不会忘记 妈 你干嘛 我在手掌眼的衣服啊 一会儿给她带回去 她忘了 不准收 别收 她不会走的 谢谢你啊 恋爱专家 小凡 季东阳 她来找过我了 啊 不是你跟她说 展颜在放假的吗 我 我疯了吗 我还怕你告诉她呢 不是你跟她说的 我还巴不得她永远不知道呢 否则展颜不就回去了 不是你说的 不是你说的 她知道了 难怪 什么 难怪她今天都没消息啊 什么意思啊 昨天她跟周大山讲 叫我们两个今天回公司上班 你赢了 面子里子都赢了 她总算肯低头 让你们两个一起回公司了 可是我今天等了一整天 都没她的消息 搞了半天 是处理展颜的事 她去方家了 那你呢 你怎么没去呢 我凭什么去呢 我是方一案的法定监护人吗 我还是她的老婆吗 我去那干嘛 给自己找难堪吗 你在逃避 你不敢面对现实 你害怕 你在怕什么啊 真正该怕的人是谁呢 是想要将男朋友的展颜 是对你不忠的方一案 他们都不怕了 轮得到你怕嘛 你笑什么 我笑啊 当事情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成了专家了 都可以对别人指导 说出一番大道理 可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 你太有立场表达你的不满了 然后呢 我表达了 然后呢 你痛骂也好啊 你也可以哭闹啊 你可以冷笑 可以嘲讽 还可以愤怒也可以撕破脸啊 然后呢 我七情六余都演完了 脸也撕破了 然后呢 他们就会分开了 方一安 就会回到我身边来了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啊 然后呢 我就开心了 我就可以忘记这个伤害 我就不用担心 是不是还有下一次的背叛 李伟凡 你可不可以不要想那么多 你可不可以脑子不要那么清楚啊 你爱这个男的 你要他 你就得到了他了 OK 这不就OK了吗 爱琪不是可以拿来分析 不是可以这样算的嘛 我怀说你了 周阿虾要跟我离婚了 我怀说你 他会不会想得了 你不想得了 你爱死 我怀叫我怀疑 你看看 我怀疑 你 我怀疑 你 你 你 明镜与点点栏目